开盘后价格跳水直落 国际油价崩跌 拖累全球最大规模的原油ETF 美国石油指数基金USO 周二暴跌约25% 收2.8美元 更因此宣布暂停交易 20块的时候 大家认为油价已经不会再跌了 不会往上走 看多的人本来就比较多 看空的人比较少 当天要还手 多单要变成要买 要卖 那这个空单的人要买 这个卖的人远比买的单来得多 所以造成油价暴跌 实体结算又需要 必须有这种储存 原油的这种储存的设备 厂的设备又爆仓 中央大学管理讲座教授梁启元 解释负油价原因 而油价低迷 想抢板坛的投资人 持续进场抄底 台湾有原油振额ETF 国际资金则持续涌入USO USO短短6天内新增近22亿美元 规模来到41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但在5月WTI原油期货到期日 出现负油价后 6月期货继续崩跌 USO也赶紧调整策略 6月合约占比只剩40% 7月合约占55% 8月合约占5% 即使如此让市场跌破眼镜的负油价 外资高盛市井 原油库存等局势并未好转 6月合约到期时可能还会重业负油价状况 但梁启元倒是认为5月油价有机会相对稳定 整个趋势往下走的话 那这种可能性并不排除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认为事业的情况是比较特别的 5月以后应该会改善 OPEC Plus的减产 970万桶一天是从5月才开始 油价在低档20块钱左右的话 供给本来就是市场力量会让它减产 估计大概一天会减290万桶 1260万桶左右是高于需求的减少 那根据美国能源局能源部的估算 大概是1050万桶 在疫情和缓的假设下 石油需求减少的幅度将逐渐和缓 市场供需更平衡 价格就有支撑 但2020年各种出乎意料 富油价的奇特现象是否在线 专家话也不敢说死